大家好我是改造山洞食物的赵尹 这个我们山下那个新修的准备修那个路 现在石头已经拉过来了 那么今天要继续再弄一些沙子 上面需要铺混泥土 然后上面再铺这个石头 要不然的话这个底肯定是不行的 走开始开干 这儿就好了 这么简单 关上帝 逃短的 tú 家 4 5 好 好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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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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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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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就像我一样一样 好 你抓住 有没有都倒着 来了 好 拍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说我去把真的画的 是有一个特别的 你想不想看 可以看我们的画法 是有一个画法 我们的画法 1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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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呢有一些老体朋友们问我咱们家的第二批的槐花蜜怎么样啊就说咱们家的第二批槐花蜜呢大多数都是封告蜜啊基本来说都封了一半 像这个呢基本上就全部都封了这一面 这种呢封起来特别好 这里面的整体全部都是成熟蜜 这种蜜的话就存放的周期存放的时间是最长的并且浓度也是最高的蜂蜜 这就为什么说普遍咱们家第二批蜂蜜的浓度都比较高 这种全部都封告呢这种就是蜂巢蜜啊在市面上卖蜂巢蜜价格都是比较高的 基本上都是将近上百块甚至上百块以上但咱们家呢全部都把它割开了 然后当成蜂蜜来卖 所以咱们家的蜂蜜呢大家吃惯放心 今天这个沙子这个地方挑了这么多 我又不准备不准备挑了这个地方 先不挑着这个明天不行 先开始把下面那段路先做一做 下面那段路打好之后然后再打着上面 这个挑来挑去这个东西太辛苦太辛苦太累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有喜欢山顶动物严格视频的朋友 记得双击加关注评论转发分享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